嗨 大家好 我是小野 今天我有個特別計畫 叫好想談戀愛 那為了解決我們頻道上面粉絲的 非常非常多的感情問題 我今天特地找來我的 而且他是擁有心理 醫師執照的 阿K 大家好 我是阿K 那我今天呢 會幫大家疑難解惑 就是花了一點點的時間 幫他做解答 今天外面風真的非常的大 可是我為了我的好朋友小野 來一次第一集好想談戀愛 OK好 那我們就歡迎阿K囉 好 那首先呢 我是從網路上我們的粉絲上面 看到有蠻多問題的 那我們的粉絲很多 都有一些感情上的困難 跟需要解惑的地方 那我今天大概整理了十題 好 我覺得應該是一般人現在現代人都 應該都蠻有機會遇到的 好 沒問題 那請老師今天來幫我們做解惑好不好 沒問題 來 第一題來 好 來 首先我們第一題呢 是台北的陳小姐 她的問題是說 她發現她哪邊有現在劈腿了 請問老師現在應該怎麼辦 劈腿真的很可惡耶 對 就直接以暴自暴她就對了 以暴自暴是嗎 沒錯 她去批 你換你去批別人 沒錯 反正批完了之後 大家都是都是一樣的 你再考慮一下 之後到底要把努力跟別人走下去 本來就是這個樣子啊 OK 好 好 剛才這樣懂我意思 老師的意思就是說 請你以暴自暴回去 對 我們不要再當傳統的女性了 沒錯 好 那第二題是 系直的黃先生 嗯 她表示她的問題是 她跟女朋友是遠距離 那她發現最近女朋友都不太離他 對 那她應該要怎麼樣 讓她們的感情回到最初這樣子的感覺 我覺得 呃 我覺得遠距離 對於 對於這件事情 我覺得非常有難度 更加深回到當初 你知道嗎 因為談戀愛這件事情 應該是會越談越 家人 家人 對不對 嗯 更況是談女性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 測問一下 你跟她之間的 女性的關係的話 你們 除非你們兩個同事都可以接受 好 那 第三題 是 桃園的林小姐 嗯 她說我長得很抱歉 但是我也想要交男朋友 請問老師有沒有什麼好的方法 可以建議她 老師很可惜的地方 是我沒有看到妳的照片 所以我也不知道妳的抱歉 程度在哪裡 嗯 OK 所以 但是我覺得女孩子 真的要對自己要點支持 多在化妝台前面啊 多花點霜 多拍點名字 放在妳的臉書 或者放在妳的IG 那如果你真的覺得 你對這個孩子有障礙 突破不了的話 嗯 現在真的流行真情嗎 哦 對啊 你做一下刀嘛 我們就OK啊 對 林小姐也可以做考慮 因為現在這期的技術 其實都還滿好的 是啊 韓國都在 你不用韓國啊 台大醫院也OK啊 好 那第四題的話 是我們澎湖的林小姐 這位小姐問題很大哦 不要說她喜歡上她朋友的男朋友 朋友男朋友 那該怎麼辦呢 嗯 應該是好朋友 我跟妳講說真的 我會覺得比方男朋友 還是盡量不要去搶 不管妳跟這個人的 嗯 的交集 不管是深還是淺 我們就建議不要 為什麼 因為關鍵的在一個東西 就是如果那個男孩子 他跟接受人比較好 對不對 我跟你講 你絕對會不會像一個悲劇的女主角 因為我不建議哦 劈腿 OK的哦 所以他會劈腿 他以後也會劈腿你哦 這個問題哦 刀熊的陳先生 這個問題比較敏感一點 他說他是個同性戀 嗯 他想要出櫃叫妥當 嗯 我跟你講我覺得出櫃這件事情哦 我覺得一定要建立在要有意義性上 我舉個例子好了 如果你是真的想的哦 比如說你有喜歡一個男孩子 他完全不知道你的性向 你性向這個部分的話 我覺得這個時候你反而這個時候出 不管你去幫你的照片放在交易軟體APP上面去 或者是你市場出路 比如說像紅樓啊 台北的有一家夜店 這致命的叫什麼 啊 AB 阿波羅斯 對不對 對 你可能會突破 用這樣的方式去做出櫃的話 讓他知道你喜歡哪 或者是你可能想要紅的話 再確定的話 我覺得這樣的出櫃才會有意義 你現在是怎樣 你現在在這邊 等一下 你找事你繼續去講 OK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的出櫃是要有意義性的 而不是說我出櫃就出櫃 好嗎 OK 那陳先生有聽懂意思嗎 然後這一次就說 如果你要出櫃的話 是要有一個目的性 要有目的性的 你今天可能出櫃的時候 可能沒必要對你 可能喜歡的人告白 或是說 你有一些想要多認識一些朋友 因為表明你的身份嘛 對啊 那所以 這樣懂我意思哦 不要說無緣無故要出櫃 因為 並不一定是妥當的 如果你有目的性 再來考慮做這件事情 沒錯 好 那下一題是我們台北的Amy 嗯 她是說她暗戀了一個人 但是她不知道 她不知道她的情侶 不知道她的情侶 所以 所以 所以Amy 所以Amy現在想知道 就是說她 到底那個男孩子 會不會喜歡她 是這個意思嗎 照著她 照著她的情侶 對 因為她問題太簡短 然後就這樣 好 那我想這次再說好了 如果你暗戀那個男生 你想要知道那個男生 對你有沒有有意識的話 不要做試探 那其實試探的方法 有很多種 不管是你傳簡訊給他 或者是M給他 或者是其他之類的 只要那個男生 有多種一些些回憶 嗯 基本上那個男孩子 應該是對你特別有感 譬如說好了 像我 我所照 我認為這個也挺有一點根據的 如果你 你傳LINE給對方 可能還挺喜歡的她 如果她 可以一刻描迫你的話 對不對 欸 其實說真的 她應該是在意你這個女孩子 因為她是真的 因為她都想到 跟你在一塊嘛 對啊 好 那台北台銘家總 老師意思是說 你家要用訊息去測試她 對 用訊息之後呢 那如果很快的即時性 又不能代表 她應該是滿在意的 但是我先補充一下 這是其中之一吧 但是絕對不是百分之百 都是正文也會吃的 嗯 好不好 方法有很多種的 好 那我們下一題喔 嗯 這個應該滿簡單的 哪有 花蓮的顏小姐 她說她喜歡看早餐店老闆 要怎麼引起做 這太簡單了 我也會啊 多去跟她買早餐 你跟她買早餐 然後每天去跟她買早餐 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跟你講她一定會注意到 而且重點是 你要每天都點桶一樣的東西 你必須去點七天 我跟你講 下一次就問說 你是還要吃奶茶加辣豆腐嗎 沒有 不過我 我想說 隨便的吐司都可以 老師可能很想吃紅豆麵包 我有點餓了 那我讓我自己想 我覺得顏小姐 你的問題應該不是在於 喜不喜歡上老闆 我覺得應該是 老闆有沒有結婚吧 對啦 因為老闆不一定是單身啊 這樣你可能不愛人家家庭 對啊 不愛家庭不好啊 那個顏皮腿是一樣的 所以顏小姐你知道 你的問題其實很簡單 你就常去找一間吃早餐就好 好不好 這種問題就盡量不要問了 好 那我們下一題是 南投的鄭小姐 這個很乖 這個又怎樣 她喜歡上朋友的爸爸 我說 喜歡上朋友的爸爸 不好意思 好 我想一下 她說 她的問題是問說 這樣很奇怪嗎 對 非常奇怪 但是跟我說真的 但是我覺得現在 像這種 爺孫戀啊 或是什麼 老少爺 現在對我來講其實OK 但是我覺得 喜歡上朋友 爸爸這件事 絕對不OK 我寧可你 隨便去接著 拉一個大叔來喜歡 也不要喜歡上朋友的爸爸 因為為什麼 你喜歡你不壞別人家 你告訴你 是嗎 第二個就是 你的好朋友的感覺 也破碎掉了 所以我寧可你 就喜歡 其他路人的爸爸 而且鄭小姐 照你這種說法 你朋友的爸爸 那你應該還蠻年輕的 我覺得沒有必要這個樣子 可以多看看好不好 對啊 好 那我們下一題 嘉義的黃小姐 黃小姐 怎麼樣 她意思說她看到男生都覺得很噁心啊 那她就在想她會不會是個女童心念這樣子 所以她對這部分心中這部分 她有一點問題嗎 對不對 其實很簡單啊 我教你一招 第一招 很簡單 你去女 你去提吧 你看 接觸女生你會不會覺得很性 如果不會的話 可是老師我有問題 因為像一般 我所認識的女孩子 他們對女生的 他去接觸 就算她不是女童心念 一般女孩子也不太會 有點排斥的動作 那可能男生對男生會 那可能很會 離我遠一點 我覺得女孩子一般比較不會這樣 對不對 所以這種方法 對她來講是有辦法做測試 當然有辦法做測試 因為其實在提吧 對 女孩子的一些顏色 或者是肢體動作 其實會讓你有感覺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人的 不管是男生或女生 我覺得身體挺誠實的 當然 如果你想再更確認的話 對不對 你跟他操裝 你看你跟女孩子操裝 如果你跟女孩子操裝 你可以感受到高潮嗎 你就是個女童心念 沒有錯 那如果你對女生對男生都沒感覺 那就是 是什麼 你就是無性者 無性戀就對了 對 就是無性戀 對 好 那我們最後一題了 新竹的憲小姐 她的問題很長 而且她說是非常 Crabbit 非常失人的問題 真的嗎 她的意思是說 她知道自己不好看 但是她對感情有渴望 所以她利用金錢的方式 跟男孩子有交易 那她想要問說 請問這樣子的感情有機會 會否則正常的關係發展 所以 鄭小姐的意思是說 謝謝小姐 不好意思喔 不好意思喔 因為太多了 謝謝小姐 OK 謝謝小姐 謝謝小姐 我大概知道你的意思 坦白講 我覺得 我覺得談感情這件事情 如果其實適合到 有一定的經驗力以上的話 其實我覺得她已經 並沒有辦法注意 勾動性感情這件事情 跟愛情這件事情 更何況沒有辦法 退回到回去 因為我覺得男孩子是一個 不要說男孩子 雙方應該都算是挺支持的 我說真的 因為我曾經在一天 我剛才有看過 其實大多數男孩子 不太希望 那麼的輕易把高超 交給另外一個男孩子 OK 所以更何況是有經驗上的 比我的另一半期 所以我覺得 這真的太懂了嗎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 所以我會認得到建議 你真的要放有望去 你要往前看 我覺得這個男孩子 真的挺 他愛的男孩子 就是你的錢吧 人家不是 對啊 不是有一句話嗎 你知道嗎 一間二度 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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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那男孩子的心態應該就怎樣 所以 謝謝小姐 金錢的方法去做一個開頭 那這就是個不對的不歸路 對沒錯 所以我建議你啦 就把它當歡場開心就好 對 要想得開喔 好 好那約時間的問題 我還沒吃完 老師你等一下 我們跟你結束 你可以繼續吃喔 那個約時間的問題 我們就 節目就到這邊 好那下次再見囉 掰掰 希望今天的問題 都有幫大家擠迫的 那如果你覺得不錯 有喜歡的話 按個訂閱喔 我們先去那邊 我們先來 從頭到尾巴